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郭超凯 10月28日天文一号探测器 顺利完成了第三次轨道中途修正 在飞往火星的途中 天文一号为什么要进行轨道中途修正 火星探测的难点又在哪 距离成功降落火星 天文一号还要迈过几道关 今天中国新闻社中国的寒天 联合邀请了国家寒天局 探月以寒天工程中心副主任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刘同杰 接受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对天文一号任务进行权威解读 刘主任您好 您好 10月28日天文一号顺利完成了第三次轨道中途修正 那么在飞向火星的途中 它为什么要进行轨道中途修正 你能否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轨道中途修正呢 好的 在火箭发射探测器的时候 探测器要入轨 入轨的时候会有一入轨 入轨的偏差 然后呢 在飞行控制的过程中呢 还会产生飞行控制偏差 这样呢 这两个偏差如果日积月雷起来 就会在空间上或者是时间上偏离和火星交汇的那一点 空间上就是在这个轨道面上 如果和火星的位置没在一个面上 它就会飞离了火星 不会让火星的引力捕获 时间上呢 就说你是在和火星是在一个轨道面上 但是你没在这个时间上和在交汇上 所以也会擦肩而过 这样呢 就会要有一个中途修正 中途修正的一个其他的另外一个作用呢 就是还要还会检测检测一下探测器上的发动机 让它工作一下 省得在太空中的时间 就是不工作的状态过长 这样咱们让它试一试 这也是一个作用 那在完成第三次轨道中途修正之后 天文一号将会在单前的轨道飞行约四个月 有火星交汇 那如果要成功着陆火星的话 天文一号还要迈过几道关呢 好的 从7月23号发射到现在已经飞了三个月左右 然后后续还要再飞将近四个月 这样就是从发射到火星引力捕获需要将近七个月的时间 在后续呢 要经历至少三道关口才能实现圆满的探测 第一道关口就是在火星引力范围之内进火捕获 既要让火星捕获得非常准 让探测器在火星引力范围之内呢 要进行制动 它的发动机要踩刹刹车相当于发动机开机踩刹车 让火星捕获 然后这个速度不要过大 环绕起来 还就是避免让它飞出去或者是撞上火星 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第一道关卡 第二道难关呢 就是在火星轨道上环绕两到三个月之后呢 还要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的窗口 要让它进入到火星大气 火星是有大气的 不像月亮上是真空的 火星的大气的密度呢 是地球大气的1%左右 它的减速过程中呢 有大气减速 气动减速 有降落伞减速 还有反推发动机减速 最后靠它的着陆腿来着陆在火星表面 吸收这个撞击的这个能量 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就像太空舱 空间舱进入地球一样 它在大气减速的过程中 也有8分钟左右 是有相当于黑帐的过程中 因为它的进入的速度相当之高 这样的通信无法 无法获得它的信号 这个过程中通信是没有的 但是呢 它距离也是相当远了 那从火星回传到地球控制地面站上的 这样也有很大的食言 也不可能实时的控制这个过程 所以刚才说的进入减速软着陆 这个EDL过程是靠它自主完成的 不是靠地面来控制它一步一步 来比如说悬停 让它没有这个过程 它是一气合成 自己完成这个一系列的动作 而且还有刚才说到的进入大气 还有8分钟左右通信还要中断 这就是它的一个难点 还有第三个难点就是软着陆在了火星表面上 这还是不算工作做完 因为我们还要把火星车让它释放到火星表面上 让它走起来还要看展探测 火星车上有6个科学仪器 它要发挥作用 所以这个难度也很大 因为我们对火星表面的环境 认知的还是相当的少 认知的知识非常少 所以软着陆在火星表面上 如果是落得不够平坦 或者是姿势不够正的话 它往哪边的火星车怎么开下来 它可以从轨道的前面下 也可以从后边下 就看那当时落下起的姿态地形这些情况 然后分离以后 在火星表面上行驶探测 这是难度非常大的 所以要圆满地实现火星探测任务 这三个难关是一定要闯过的 那事实上的话 人类历史上曾经进行过40多次的火星探测 但是成功率的话非常遗憾 只有50%不到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火星探测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呢 好的 火星探测从上世纪的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当然那个时期探测由于对火星的认知还比较少 航天技术又在比较初创起步阶段 所以刚开始的失败略多一些 但后来的失败分析起来 和火星探测的技术难度大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是要有很大的运载火箭 来把探测器运送到轨道上 让它能够环绕火星探测 甚至软着陆在火星表面 这个火箭我们现在有长征五号火箭 这是第一步 实现大火箭的研制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年 攻克了非常多的技术难关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在设计探测器的时候 还有一个发射窗口的问题 因为火星地球离得近 每26个月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才能离得近 有这么一次机会 每一次机会呢 有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每天呢 发射火箭发射探测器 有30分钟左右的发射机会 这就是发射窗口 发射窗口非常的受局限 这就是它的又一大难度 还有呢 就是火星最远距地球有4亿公里 不像月亮 大家都知道月亮距地球 最远距离是40万公里 它们差得很远 这就带来了一个深空测控通信 它有延迟 实验最大的时候 当地球和火星距离达到4亿公里的时候 它的时延要达到20分钟 就说从这边发个指令 火星上收到的时候 已经过了20分钟才能收到 这个时候呢 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探测器自主探测的能力 一定要强 这就是也是它的另外一个难度 还有一个难度呢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 一个是近火捕获 让火星把探测器捕获 还有一个就是进入减速和软着陆 火星表面的这个过程 都是非常难的 这就是火星探测的几大难点 那到明年5月份的话 天文一号预计将会在火星着陆 那我们的天文一号将会选择 在火星的哪个区域着陆呢 现在选择的地点呢 是在火星的北半球 因为是40多次 估计上40多次探测 要有有这个着陆探测的 这些探测计划中 大多数选择在了火星北半球 因为南半球全是山地 更加的坑洼不平 北半球呢 有平原 我们选择的软着陆的地区呢 正好也是个平原 叫乌托邦平原 是在乌托邦平原的南部 地质学家说 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古海洋所在地 就是很久很久的 以前地质年代 它可能有过海洋 现在呢 在这个古海洋和古陆地交界的地方 科学家认为这个地方 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很有可能会取得 意想不到的科学成果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 这个地方来进行软着陆 巡视探测的原因 如果成功降落在乌托邦平原之后 那后续我们的天文一号 会开展哪些科研探测任务 着陆在火星表面呢 主要就是火星车 就是巡视器来开展探测了 它上面有六台仪器 比如说是导航地形相机 它是两个功能复用 既可以让探测器 让火星车进行导航 给它导航 然后也可以看它前面的这些地形 地貌 有什么样的 就是从视觉上 直觉上 让科学家能了解 前面是不是有更多的探测的价值 这是还有是四表层雷达 探测浅层结构 咱们有火星表面气象测量仪 可以测气温 气压 风速 风向 这就是火星表面有大气 和月球表面上没大气 它这个仪器的不同 还可以测磁场 还可以测它的表面物质成分 这都是科学家关心的一些内容 当然在环绕器上 咱们有环绕器在环绕火星上 也有中分辨率相机 高分辨率相机 也是对火星的表面形貌进行探测 还有磁墙剂 对磁场 还有矿物光谱分析仪 可以测出矿物的光谱 再加上有粒子与中性粒子探测仪 和能量粒子探测仪 这是对磁场和能量粒子来探测的 这些如果科学数据获取到足够多的话 相信一定会产生有影响力的成果 明白 那么其实我们也预祝说 中国的火星探测能够取得 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们也注意到说今年的话 阿联酋中国跟美国先后发射了 三个火星探测器 这也是掀开了人类火星探测新的偏战 那么我们先请问一下 这三个国家的火星探测计划 各有什么异同 侧重点分别在哪里 对 正是因为刚才说的 有发射窗口的问题 所以这三个国家 集中在今年的7月份 来实施发射 其实之前还有欧空局的 和俄罗斯合作的项目 ExoMars 但是他们因为这个技术原因 他们这个窗口发射不了 推迟了 这三个探测器各有特点 阿联酋的希望号 它是一个环绕探测器 它主要是相当于火星的环绕卫星一样 它是对火星的大气进行 着重的探测研究 美国的毅力号是一个巡视器 相当于也是一个火星车 它是用悬吊的方式 把火星车落在火星表面上 让它有更多的探测 我们是又有环绕火星的 环绕探测的卫星 就是环绕器探测 还有表面上的火星车的巡视探测 这是结合起来天地结合起来的探测 但是三次任务会各有千秋吧 毕竟美国家的技术路线是不一样的 刚才提到 中国的这次天文一号任务 将会通过一次任务完成 要落寻三大目标 那这在全球的话应该还是第一次 如果任务能够成功的话 对中国航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开展深空探测 行星探测工程 开展这样的事业 它就是一个人类探索精神的一个体现 如果我们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圆满成功 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 有了长度的进步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我们在这方面 就是技术上有了长度的进步 比如说是我们有能力探测 包括火星在内的 一些太阳系的大行星 然后我们有能力 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 取得一些原创成果 对这个太阳系的演化 地球的演化 都能得出一些的 进一步的深化的科学成果 其实也是为了人类 在地球上生存 提供更多的知识 就是让人类在地球上 有更好的生存 生活 不要就是做一些个 破坏环境 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时间 这就是从技术上和这个伦理上 还有就是它 我们在这么难的科技工程 都能实现得了 都能完成得很好 可以激发青少年的 对科学的热情 对科技 科学的热情 可以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中去 这样是让大家 就是又可以仰望星空 又脚踏实地地看展工作 这样的激发大家的探测热情 尤其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愿意到就是高校和中学 去给他们做一些介绍 工程上的介绍 因为这个对老百姓来说 航天还是比较神秘的一个领域 其实对我们而言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它是 只不过这个工作是大家接触的相对少一些 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其中的 就是这个过程和这个知识和他的精神 这样就可以为我们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做更多的贡献 和平在地球上相处做更多的事情 主要是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从科技角度上 还是人才培养上 还是这个就是世界观的培养上建立上 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那中国的行星探测的第一站选择了火星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火星探测 火星探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选火星探测呢 这在国际上 火星是内地行星 和地球的就是环境啊 有很多相似的之处 国际上也选择火星作为一个重点来探测 我们对火星也有很大的关注度 所以就选择火星来探测 因为火星从它是内地行星 它有大气 也有这些表面这些形貌 看看它的演化是不是地球演化的未来 就是火星很可能以前是有存在过生命 但是现在它大气也稀薄了 生命也存在不了了 地球如果是人类无限度的开发破坏 会不会也有朝一日会发展成火星这样 这是科学家们提出过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火星探测 是有很大的好奇心 对探测火星也有寄予很大的希望 这就是探测火星的主要的原因 那天文一号 事实上是迈出了中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未来我们中国在生工探测领域还有哪些计划安排呢 现在的计划主要行星探测计划 我们规划了四次任务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就是天文一号任务 是第一次它已经发射实施了 还有第二次我们规划的是小行星探测任务 这个预计在2024年前后来实施 此后呢还会有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这是在2030年前后吧 还有在这个2030年前后 还有一次木星系及行星穿越 就是探测完木星和木威斯之后 还要向更远的深空来飞行来探测 现在规划的就是连实施的 待后续即将实施的有这么四次任务 是行星探测任务里边的 嗯明白 好 非常感谢刘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